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意原色 灰映天地原色 身心灵归于平衡 午夜芭蕾 浪漫优雅色彩 时光婉转 美丽永恒 金枝玉燕 复古色彩摩登演绎 闪耀美丽 征服众人 多乐视真彩质感器 源自意大利 采用意大利配方设计 意大利生产工艺和进口原材料 塑造高品质质感器 真彩私运质感器 通过三款不同工具 塑造三种独特质感墙面 私运纹彩 私运蔓影 私运流光 以及织物质感器 私运纹彩 质感错落的纹理在墙面自然展开 增添丰富质感 十二款时尚色彩 光彩风盈 持久靓丽 私运纹彩质感施工介绍 施工前准备 多乐视中长毛滚筒 多乐视花纹印章 首先 先进行基层的检查与清理 对非涂装面进行遮蔽保护 第一步 涂刷质感底漆一遍 用不超过20%的水稀释底漆进行搅拌 用中毛滚筒涂刷质感底漆 等待约一至两小时 带干燥 第二步 不稀释面漆用中长毛滚筒厚涂丝韵面漆一道 第三步 用花纹印章垂直按压墙面 用滚筒将面漆铺在花纹印章上 立即用花纹印章垂直按压 最后 我们将得到错落的纹理和丰富触感效果的墙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工步骤 第一步 用中长毛滚筒滚涂质感底漆一道 待一至两小时 底漆完全干燥 第二步 用中长毛滚筒厚涂丝韵面漆一道 第三步 立刻用花纹印章垂直按压 得到纹理效果 下面是问题墙面案例 板面花纹分布不均匀 质感效果不够明显 纹理太平 板面有多处擦花情况 接下来是优秀墙面案例 纹理均匀 质感效果明显 优质施工小技巧 印章工具按压的时候 用力方向必须与墙面垂直 不能随意滑动工具 否则会导致花纹擦花 在湿涂状态检查是否有拖拉痕迹 当场修补 印章工具应该均匀按压在墙面 避免出现疏密不均的情况 注意事项 私韵面漆沿浸用水稀释 面漆滚涂需要保持厚涂 才能得到良好立体造型的花纹 印章工具按压花纹的时候 需要与墙面垂直 不得随意滑动 私韵漫影质感 轻轻罗曼在墙面营动 为色彩增添层次感 六款石胜色彩 光彩风盈 持久亮丽 私韵漫影质感施工介绍 施工前准备 多乐视中毛滚筒 多乐视斜纹滚筒 多乐视专用托盘 多乐视刮板 短毛滚筒 首先进行基层的检查与清理 墙面需打磨平滑 对非涂装面进行遮蔽保护 第一步 涂刷质感底漆两遍 用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水稀释底漆进行搅拌 用中毛滚筒涂刷质感底漆 每道底漆间隔约一至两小时 带干燥 第二步 涂刷私韵面漆 在使用斜纹滚筒前 先整理斜纹滚筒以确保褶皱紧密自然 用短毛滚筒将适量涂料均匀分布在托盘中 使用斜纹滚筒占取面料时 需确保漆料均匀分布滚筒一周 倾斜45度角 均匀滚涂墙面漆 从顶部到底部需随时补漆 分断涂刷 避免纹理上漆不均匀 使用斜纹滚筒时 应用力平稳 确保纹理连贯 第三步 使用多乐式刮板 在墙面湿干的情况下 用多乐式刮板刮去多余涂料 最后我们将得到具有花纹营动和层次丰富的墙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工步骤 第一步 预处理墙面后 使用滚筒涂刷两道底漆 每道间隔约一至两小时 第二步 使用多乐式斜纹滚筒占取适量丝蕴面漆 倾斜45度角 均匀滚涂墙面一道 第三步 用多乐式刮板 在湿干的情况下刮去多余涂料 即可获得自然纹理 下面是问题墙面案例 板面花纹分布不均匀 花纹不规整 板面有多处擦花情况 上料不均匀 有漏涂 接下来是优秀墙面分享 纹理均匀 质感效果明显 优质施工小技巧 在使用斜纹滚筒之前 先整理皮纹的纹理 使纹理分布均匀 刮板刮涂墙面多余涂料时 保持刮刀与墙面呈30度角 刮涂用力轻柔 方向与滚涂方向一致 如线条间间隙较大时 可轻轻按压滚筒进行补救 注意事项 质感底气稀释不超过20%的水 丝韵面漆严禁用水稀释 每次刮涂后 请用抹布将刮板上的涂料擦拭干净 丝韵流光效果 优雅丝绸光泽 细腻柔和触感 12款时尚色彩 光彩风盈 持久靓丽 丝韵流光质感施工介绍 施工前准备 中毛滚筒 多乐视专用抹刀 多乐视专用油灰刀 首先先进行基层的检查与清理 对非涂装面进行遮蔽保护 第一步 涂刷丝韵质感器底气 使用5%至25%的水稀释底气 均匀搅拌 用中毛滚筒 滚刷两道配套底气 应对墙面底色形成良好遮盖 每道底气间隔约1至2小时 带干燥 第二步 涂抹第一道面漆 面漆严禁用水稀释 使用不锈钢抹刀 施工质感器面漆 从右上方开始施工 擦用弧形手法从右往左 成鱼鳞状叠加涂抹不要停顿 一般每道面漆干燥时间约在2至4小时 第三步 使用相同手法涂抹第二道面漆 尽量保持施工手法和弧度一致 呈现整体质感均匀的效果 最后我们将得到优雅丝绸光泽和细腻柔和触感交融的墙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工步骤 撕运流光质感强面漆 第一步 用中毛滚筒涂两道涂料作为质感漆的底漆 每道间隔约1至2小时 第二步 使用不锈钢抹刀 用弧形手法从右向左涂抹第一道面漆 待干燥约2至4小时 第三步 再次使用不锈钢抹刀 并用同样的手法涂抹第二道面漆 下面是问题墙面案例 因涂抹不均匀 导致的斑驳小区域 施工不当引起的粗糙表面 因涂抹手法不一致 导致的不规则形状 接下来是优秀墙面案例 弧度大小一致 叠加均匀 优质施工小技巧 做好基底浴处理 确保墙面平整 使用弧形手法拼抹面漆 幅度控制在20厘米至30厘米左右 连贯施工 每次纹理塑造 从上一个形状的边缘开始 注意事项 丝韵流光质感底漆的稀释比例 需控制在5%至25% 丝韵流光质感面漆 严禁用水稀释 应避免在同一区域反复披抹 亦产生毛面影响光泽 涂抹面漆时 手法连贯 避免停顿 织物质感墙面漆 错落雅致的纹理 如墙纸般的丰富层次感 12款石胜色彩 色彩饱满 彰显品味 织物质感漆施工介绍 施工前准备 猪毛滚筒 多乐视专用纹理刷 首先进行基层的检查与清理 墙面需打磨平滑 对非涂装面进行遮蔽保护 第一步 涂刷织物质感漆底漆 用不超过10%的水稀释底漆 进行搅拌 推荐用中毛滚筒 涂刷质感漆的底漆 每道间隔约1至2小时 带肝脏 第二步 水瓶施工第一道面漆 加不超过10%的水 进行搅拌稀释面漆 用中毛滚筒涂刷面漆 在漆膜未表干前 迅速用纹理刷 水瓶拉出横向纹理 使用纹理刷时 应用力平稳 确保纹理水平 一般 每道干燥时间 约2至4小时 带干燥 第三步 垂直施工第二道面漆 再次使用滚筒 均匀快速施工面漆 并立即用纹理刷 垂直拉过墙面 最后我们将得到具有 错落雅致的织物纹理墙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工步骤 第一步 预处理墙面后 使用滚筒涂刷两道底漆 每道间隔约1至2小时 第二步 先使用滚筒均匀快速施工面漆 使用纹理刷水瓶拉过墙面 带干燥约2至4小时 第三步 再次使用滚筒 均匀快速施工面漆 再立即使用纹理刷 垂直拉过墙面 完成纵横织物效果 下面我们是问题墙面案例 用力太轻 导致效果不明显 用力不稳 导致线条不直 横竖纹理用力不均匀 导致只有单向效果 接下来是优秀墙面分享 纵横纹理清晰 线条横平竖直 优质施工小技巧 做好墙面基底处理 确保墙面平整 动作迅速 滚涂面漆后 立即拉出纹理效果 针对于小角落处 如开关等 可使用小号纹理刷 塑造纵横纹理效果 注意事项 不超过百分之十的水 稀释质感器的底漆和面漆 面漆滚涂时用料均匀 以免植物效果深浅不一 施工之前检查纹理刷 确保刷头分布均匀 无粘结或脱落 待第一道面漆完全干透后 再上第二道 否则滚涂时会覆盖第一道面漆的纹理 多乐视真彩系列 时尚灵感 唤新你家